这是苏军发明的一件秘密武器 专门用来对付德军狙击手 马莎拿着一把反坦克炮改装的狙击枪 通过瞄准尽仔细开始搜寻 这边老兵操控的仿真假人 物意暴露在敌军视野 德军狙击手果然上钩 他一枪打掉假人之后 立马想转移阵地 马莎立即无情扣动扳机 巨大的后座力直接将马莎掀翻 好在成功击毙了敌军狙击手 马莎的观察手伸出头 想要确认敌军是否已经被击毙 却被一枪爆头 但小队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有一名敌军狙击手潜伏在这里 位置已经暴露 小队赶紧转移阵地 立即更换了狙击地点 这边老兵重新换了一个假人 打算故技重视引出德军狙击手 但一顿操作之后 德军狙击手却迟迟没有开枪 其实德军狙击手早已经发现他们的位置 识破了假人之后故意没有开枪 老兵以为假人出了什么故障 于是上前查看调整位置 而德军狙击手就在等这一刻 老兵被一枪击毙 马莎迅速通过瞄准径寻找 却迟迟没有发现敌人藏匿的位置 突然马莎发现了奇怪的一幕 有两棵树一模一样的同时晃动 马莎终于发现德军狙击手 于是果断再次扣动扳机 子弹击碎了一面镜子 原来狙击手一直躲在玻璃后面 队长被马莎的观察力所折服 任务虽然成功完成 但也牺牲巨大 简单和老兵告别之后 开始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途中他们发现一个德军补给站 德军用划锁在运送弹药 队长决定打掉这个补给站 于是他们用一根钢筋卡在划锁上 弹药箱被卡在半空中 德军发现弹药箱不动之后 赶紧派人前去查看情况 而小队却悄悄潜入营地 解决守卫之后 抓到了一名德军长官 这边反应过来的德国士兵 朝山坡开始搜索 小队寡步敌众 于是留下两名机枪手段后 其他人抓着德军长官撤离 回去之后对德国长官审讯之后得知 德军正在加强布置火炮阵地 海军司令紧急集结一批囚犯 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 将他们送往挪威海岸线 前去摧毁德军的火炮 但德军早已经在海岸线布置了大量地雷 刚刚上岸的新兵不幸踩中 瞬间队伍就损失大半 时间仅任务重 必须尽快发动攻击